Hallelujah 我们感谢主带你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他 弟兄姐妹 斩草不除根 下一句是什么 春风吹又生 好我们还记得不记得斩草不除根 如果打一个字呢 是什么字呢 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两个星期前 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草那个草呢 斩草不除根 这个字就是什么草 对不对 好了再问大家一个了 春风吹又生 打一个字呢 春风吹又生 是什么字呢 想一想 春风吹又生 斩草不除根 一个打一个字是什么 找对不对 上面的草 已经被砍掉了 春风吹又生 想到了吗 给大家五秒钟 一 二 上面有 春风吹又生 上面有两个草 对不对 生嘛生草 草又生出来 这个字是怎样读呢 走 对不对 春风吹又生 草又生 草又什么 长出来了 哈 所以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那这也是使徒保罗在什么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所提醒我们的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已经看过了 保罗告诉我们说 要怎样 要我们破弃从前 行为上的旧人 破弃了以后呢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穿上新人 而穿上新人呢 我们就要怎样 我们就不会让这个草呢 再生出来 我们已经看过了 以弗所书当中 第四章 第十七到 第十九节 这里呢 一共处理了三个心的问题 三个心呢 这一个心呢 前面一个心是讲到什么 思想 第二个心是讲到我们什么 理解 第三个心是什么 良知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良知 那些错误的 我们都要什么 要除去 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的思想错误的话 我们的行为自然就会怎样 会错误 对不对 我们理解错误的话 有很多好的东西 会变成什么 变成解释成为什么 坏的东西 对不对 甚至说如果我们良心伤尽了 再没有什么 再没有感动了 再没有什么 再没有反应了的话 那就很危险 所以保罗说什么 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些关于什么 内心的事情 内在生命的事情 我们都要什么 要处理掉 接下来啊 在以佛所书那边呢 从第25到32节 又提到说 除了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 要除掉以外 在我们实际生活上 有五个方面的东西 我们也要除去 那这五个方面呢 都有一个对比 我们上两个星期 我们已经看过了 第一跟第二 还记得吗 第一提到什么呢 提到 所以你们要怎样 气节 谎言 个人以灵色 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什么 互相为肢体 心灵里面的事情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理解 良心上 已经被伤进的那一种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除去 在我们行为上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 我们行为上也要有什么 也要有改变 所以这里提到说 第一个我们要改变的是要什么呢 就是要以真话 代替谎言 真话代替谎言 这是非常重要 保罗在这五个方面当中 将这个放在第一 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谎言实在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查经小组当中 我们有这个 好经弟兄说 哎呀 他们在看到这个网上说 在这个KT 漂亮的很的房子 后面又有福 才卖十一万 或十几万的好经 十七万 十七万 还有他 十一万 哎呦 网上看起来十一万这样漂亮 我告诉你 真的或是假的 嘿嘿嘿 去到那边好经说 他碰到一个以前对念书的同学 那个同学说 他那时候盖那个房子已经是五十万 买那块地大概也要二十几万 所以那个房子是什么 八十几万的 哪里可能说是什么 卖十一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半夜这个比什么 比这个IPAC3还要更多人去排队 对不对 半夜都排队 你也会排我也会排 我告诉你 我肯定跑去排 但是都是什么 都是假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太多假话了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除去了我们救人的行为之后 我们要穿上新人 我们基督徒要有生活上实际上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要什么 要以真话来代替谎言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说谎 Amen 圣经告诉我们说 说谎他的父亲是谁啊 魔鬼 这是在什么 这是在耶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不要说谎 魔鬼从开始就是什么 说谎 欺骗 对不对 他欺骗我们 他说什么 他跟亚当说什么 哎呀 没关系啦 什么 这个三个树的果子谁说不能吃呢 上帝是不要你们吃 怕你们吃了之后会怎样呢 会像上帝一样啊 所以他用什么 用欺骗来什么 来骗了亚当 所以最后亚当就是 因为受了他的谎言 他的欺骗 所以就是什么 直到人类就陷入在罪中 所以我们要唾弃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穿上新人 保罗告诉我们说 第一我们要与真话 代替谎言 好不好 弟兄姐妹像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一说 我们要与真话 代替谎言 Amen Hallelujah 来 我们也已经看过了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在3月11号我们看过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说什么呢 还记得吗 在第四章 第26 27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 生气 不要犯罪 哎呀你不能说我是为上帝发脾气的 上帝说免了吧 我不需要你来为我发脾气 对不对 有什么事情上帝还要我们来帮他忙吗 上帝还要你来帮他发脾气吗 不用啊 对不对 所以雅各书说什么 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啊 所以我们不要什么 不要常常随意发怒 所以这里说应该要怎样 要以宽恕代替生气 弟兄姐妹 生气的人 不单只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谁啊 会伤害别人 会伤害周遭的人 你没有看到有时候夫妻当中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啊 肯定 对不对 不是单单两个夫妻 他们的关系受到破坏而已 也会影响到孩子 所以说什么 怒能够什么 伤 怒伤什么呢 怒伤肝啊 对自己绝对是不好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的啊 要以宽恕代替生气 好不好 再向你旁边的人 跟他提醒提醒一下 大家鼓励一下吧 好吗 要以什么 以宽恕代替生气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的我们实际的生活要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与佛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 来 从前 偷窃了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窃少的人 保罗这里欠免我们说我们要唾弃救人的行为 救人的行为其中有一样就是什么 就是偷窃 所以他说什么 no stealing 不可以再偷了 不可以太偷了 那什么叫做偷窃呢 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偷窃的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 善自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偷 对不对 你没有问过人 你看啊 哎哟 这家里面的这个东西好可爱 你就是什么 摸走啦 那个叫做什么呢 那个叫做偷 你说是摸 那是真正是什么 是偷 善自 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偷 还有呢 略取别人 劳力得来的 别人辛辛苦苦得来的 你就将他什么 将他抢过来 这也是什么 也是偷啊 还有呢 用欺骗 遣夺自己不该得的 自己不应该得 但是呢 你是用什么 用欺骗 来什么 来得着他 这也是属于什么 偷啊 这也是属于偷 因为 你是用欺骗 而且还是用不震荡的手段 去什么 去剁取 这也是什么 也是偷啊 弟兄姐妹 还有啊 还有 不只有这些 还有什么呢 还有啊 买东西 少付别人钱 你说是不是偷啊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的 买这12块半 我们说 哎呀12块12块就好 当然啦 他还是有赚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愿意 他跟你说12块 但是他还是坚持12块半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给他12块半啦 对不对 那 讲的不好听 人家愿意出价 你愿意买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少付他钱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是偷啦 还有一个呢 我们常常都会犯的 什么事呢 就是收了八个小时的工钱 没有做八个小时的工作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我们常常都会犯 这个也是什么 也是偷啊 对不对 你跟人家上班的时候 你跟人家要求 要求这样多 一个小时要多少钱 但是你就什么 你就没有做足啊 对这也是偷 还有呢 借了别人的东西不还 也是什么 也是偷啊 对不对 还有一样 但是在美国这里好像比较少 啊 就是什么呢 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顺手拿两根葱 哈哈哈哈 有没有啊 大家有没有 以前啊 以前我们在东南亚的时候 你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哎呀想说我还要再买五毛钱的葱 多麻烦啊 就跟他捞两个葱就走了 或是捞一个什么 捞一个辣椒你就走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哈哈哈哈 有没有做过呢 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人都有做过 因为我们认为说方便 对你当然是方便 你不用再去花五毛钱 再买一大把的葱 但是对别人来说 就损失了两根葱 哈哈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买菜顺手啊 将人家的葱给摸走啊 这也是什么 也是头啊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还会常常会犯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真的求神帮助了吗 买鸡蛋的时候你怎样买 哈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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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一盒鸡蛋 再看那一盒 小的拿开 大的拿进来 哈哈哈哈 有没有 哈哈哈哈 全部都挑这个什么 挑大的 哎呦 等一下你看 你的前面五六盒 都是什么 你去找大的 我告诉你 弟兄姐姐千万不要 其实那大 能够大多少 对不对 你想想看 那能够大多少 大概也是什么 也是差不多嘛 如果除非是这样 啪的蛋 那你说你换才有意思吗 哎呀 大家都是这样 差不多的 只是大一点点 你的眼睛看大一点点 你就什么 给他换 我告诉你 滑不来 对不对 滑不来 别人看到了之后 就觉得说 哎呦 有没有搞错这个基督 这样搞 对不对 但是 可以做一样事情什么呢 打开了之后 如果破的 哦 你就放回去 你就找别的 不要破 好不好 你有时候 哎呀 因为破的你换 要换就全部换嘛 对不对 不要换一个嘛 那这么说 破的 你就拿新的一盒 不要说 这个破的 又拿去换 那你想想看 这个留给他们 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菜市场的人 自己去换嘛 我们就要换 就换 不要换一个 好 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不诚实的纳税 没有把当纳的 给神 也是什么 也是偷啊 对不对 圣经马拉基说什么 我们将当纳的什么 十分之一 前来送入上帝的仓库 什么叫做当纳呢 纳税 当纳的 应该给的 对不对 我们要给 哦 这里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 该撒的物当什么 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 当归给神 哦 所以在我们的纳税 我们需要诚实 在我们的什么 在我们的奉献 我们也需要诚实 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欠勉 就告诉我们说什么 不要 再偷 以前 从前偷窃的 就不要再偷 我们要截然的了断 把那旧有的行为给什么 给完全的拖下来 但是不单单是这样而已 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 哦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而已 他接下来 他还说什么呢 他还说什么 总要怎样 劳力 亲手 做 正经事 他不单单是从前偷的 不要再偷而已啊 从前偷不要再偷 这是什么 这是消极的对待 但是我们要说什么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穿上了这新人 我们要什么 要积极啊 不是单单不偷啊 我们还要什么 我们还要劳力 努力的亲手做正经的事 正经事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有用的事 有益的事 美好的事 要做好的事情啊 不是只是单单不偷 本来是哪别人劳力得来的东西 这个叫做偷 现在我们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努力 本来我们是伸手去偷 现在要亲手来做事 现在要亲手来做工 弟兄姐妹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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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产生行动 不然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不正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真的信上帝 那你又不按照上帝的教导来行的话 那是不是真信呢 那不是真信啊 对不对 信仰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行动才能够什么表现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 信仰不单消极方面要除去我们的恶行 积极方面我们要改变 要有更好的表现 要有更好的什么 信耶稣是什么 信耶稣不只是嘴上宣告而已 还要生活行为上要有表现 那这里保罗提到有两个方面我们要做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要怎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这里提到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样 要劳力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懒惑 基督徒要殷勤 不可以懒惑 我们刚才小组当中我们也多少提到这样 我们就提到一样事情 感谢上帝的是 我们华人来到美国之后 经过这几年 我们知道现在统计出来 华人一般上在美国的收入都是什么 中等或是中等以上 甚至比好多美国人白种人 我们的收入是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勤力 感谢主 我们的民主很勤力 所以去到哪里 我们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生主 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是要怎样 圣经告诉我们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的事 所以要殷勤啊 不可以懒过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读真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读真言 真言三十一章当中呢 可以每一天你都可以读一篇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读一篇 每一天你都能够从真言当中 如果我们细心去看 我们真心用心去读的话 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很多智慧的话语 真言以提醒我们那些 我们要怎样 我们不可以做懒惰的人 真言告诉我们说不要做懒惰的人 当中他提到懒惰的人啊 有一些的特征啊 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圣经 我们再来看看检讨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殷勤或是有懒惰呢 真言对懒惰的人提出了一些懒惰人的一些特征啊 真言二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跟中 到收割的时候他必好犯而无所得 这里陪到说懒惰的人啊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特征 什么样的特征 拖拖拉拉 冬天 他说哎呀太冷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小的时候有听过这样的一首诗 什么诗呢 大家听过吗 春天 故事 读书篇 对不对 夏日 炎炎 正好年 秋有蚊虫 冬又冷 那怎么呢 读书 只有等来年 啊 啊 另外一个说什么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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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包 好过年 对不对 啊 有没有读过这首歌呢 啊 有吧 啊 对不对 这种是什么 拖拖拉拉拉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到最后什么 一点 成就 也没有 所以懒惰人有一个特征是什么 喜欢 拖拖拉拉的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做事喜欢 拖拖拉拉的 哈 求神帮助我们 其实我这 我有这样的坏习惯 你问师母就知道了 师母叫我在后院 我们后院 因为风太大 那有一棵树 那个是什么树 这个叫做 里面很多 石榴 石榴生的很多 所以又什么 它 它就差不多要倒下来 师母叫我两个礼拜了 都还没有做到 最后 下命令了 哈哈 开始是叫了 所以要下命令了 所以后来我就赶快做 这个叫做什么 拖拖拉拉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是要说 懒惰的人 有一个特征是拖拖拉拉 千万不要拖拖拉拉 这里告诉我们 懒惰人的另外一个特征 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 懒惰人说什么 外头有狮子 我在街上 就被逼杀 这个叫做什么 懒惰的人 喜欢怎样 找借口 哎呀 哎呀 外面这样的 你要我出去 是不是会让我感冒呢 对不对 哎呀外面这样子 你叫我出去 会不会叫我中暑呢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 找好多借口 对不对 所以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喜欢找借口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直也死 弯也死 对不对 最好什么东西都不做 就不死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喜欢找借口 这懒惰的人的另外一个特征 什么都不想做 还有我们再看看 第三 懒惰的人的特征 真言第24章 第30到34集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经济长满了地皮 赤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担塌了 我看见就流行思想 我看着就灵了讯为 在碎片时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强如强盗树来 你的切法防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 懒惰的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叫做什么 喜欢漫不经心 哎呀 这篱笆倒了就让它倒吧 草长出来就让它长吧 对不对 只要什么 只要社区还没有写信给我 那就没事了 对不对 他什么都不管 等到什么 等到有问题了 再去解决 所以这里说就是懒惰的人 心机长满了地皮 赤草吃满了田面 石墙也倒塌了 他也什么 他也不去管他 他也不去管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是懒惰的人的那种特征 他说这种人很快就会碰到什么呢 很快就会挺穷 他说什么 在碎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 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切乏 防火拿兵器的人 来到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说真的要小心 接下来我们再看懒惰的人 还有一个特征说什么呢 懒惰人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懒惰人叫猜他的人 如醋到牙如烟熏目 大家有没有试过你的牙齿痛的时候 喝一点醋呢 有没有 有啊 感觉如何 我告诉你会更辛苦 当然我读了这个我想要是后来我放弃 不是啦 我想要想了解一下有多幸福 但是大家都能够体验到 如烟熏目 对不对 有没有被烟熏过你的眼睛呢 有没有 都有 有过这样的 舒服吗 不舒服对不对 一直要插他一直要插他 眼泪都掉下来 那如果再严重的话 连臂涕都流出来 对不对 这里说什么 懒惰的人叫猜他的人 怎样呢 如醋倒牙 如烟熏目 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你懒惰的人只喜欢说说而已 你叫他做什么 他说行啊 你叫他做什么 没问题啊 你叫他说什么 可以啊 到最后呢 啥都没有做 你就好像什么 好像用醋倒牙 好像什么 好像如烟烟熏目一样 你自己更痛苦 倒不如什么 自己做算 对不对 懒惰的人他跟你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听 哎呀 这没问题 这小事情啊 但是到最后 小事变成大事 为什么 他走不来 只是说说而已 他告诉我们说 懒惰的人怎样呢 我们来看十九 为什么断掉了 Michael 可以看看吗 好没事 我们再看 这里说 第十九章 第二十四节 十九章二十四节 他说什么懒惰的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项口撤回 他也不肯 他什么 将手已经放在什么 放在盘子上了 拿到了那个食物了 但是叫他什么 将那个食物放在口里面 他都什么 都不愿意这样做 他都不愿意这样做 这里给我们看到 他想要怎样 懒惰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喜欢别人满足他 最好是什么 最好人来喂他 对不对 拿到东西 他都连拿手 放在自己口里面 他都不愿意 他一直在想说 最好什么 最好人家喂他 最舒服 他可以躺在那边 什么都不做 东西来了 他只要 什么 饭来 什么 张口 还有什么 什么来吃 席来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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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衣来伸手 饭来 张口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懒惰的人的 一种 另外一种的什么 一种的表现 OK 好 谢谢Michael 谢谢Michael 这里叫做什么 喜欢别人来什么 满足他 最好他什么都不做 这样的人到最后要变成什么 变成二十 对不对 东西都拿在手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震惊的事情 弟兄姐妹 要 殷勤 不要懒 我们既然信主了 我们既然穿上了新衣服 我们应该要怎样 我们要 更努力 不要再像以前 所以保罗说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震惊的事 第二个方面 他还告诉我们说什么 就可以分给有需要的 他说什么呢 第二要我们做的是 要去分享 要去分享 不要自私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震惊的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切少的人 其实弟兄姐妹 圣经 我找到这个图 圣经的言文里面 没有余这个字 没有余这个字 言文是怎样说呢 言文就是说 就可以分给那有需要的人 就可以分给那有需要的人 有余分给 跟可以分给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呢 有余分给是什么 你剩下的 你才什么 去分 对不对 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 既然你有了 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了 有切法你就要怎样 要去分啊 对不对 不要等到你有剩下 不是有余的才分给人 而是把拥有的 可以跟别人来分享 拥有的要跟别人来分享 不是等到 你有吃了 有剩了 有剩菜剩饭才给人 不是 是不是啊 求神帮助我们 他说什么 就是要去分享 基督徒 不同的工作观啊 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工作观 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工作观 是我述钱买的 不是他买的 我若想要回 这个是上个星期的 嘿嘿嘿 没有加上眼球料 OK 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工作观 是什么 一般人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赚钱 养家 剩下就是什么 存下来 做什么呢 绑老 对不对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对不对 存 赚钱养家 这是当然我们要做的 但是还有剩下的时候 这怎样呢 留下来 绑老 但是呢 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什么呢 哎呀 赚钱是为了要养家 还要以什么 以别人分享 不单单是养家 也要跟什么 以别人来分享 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尽责 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自己要尽责 当然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这里的家庭 我们要尽责 当然教会也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也要尽责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尽的 但是呢 我们还要懂得怎样 跟别人来分享 上帝的儿女 对金钱的看法 就是不要谋求私利 乃是要以人来分享 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 卫斯里耶翰有三季很出名的名言 卫斯里耶翰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18世纪很出名的一个步道家 现在卫理工会 United Methodist的创始人 卫斯里耶翰 他曾经讲了三季非常著名的名言 第一句叫做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读英文好不好 Gain all you can 什么 尽可能的去什么 去赚起 尽可能去赚起 当然他提到赚起的时候 就是在什么呢 在不牺牲你的家庭 不牺牲你的健康 不牺牲你的信仰之下 你要什么 尽可能去赚起 你绝对不能因为我要赚钱 我牺牲了我的身体 每天我都去打工休息 我都不休息 或是我牺牲了我的家庭 我就一直在打工 我不管我的家人 对不对 绝对不是 更不是牺牲我们的信仰 哎呀我自己不赚钱好了 那星期天来不来教会 那不管 不是 他说什么 在不可牺牲家庭健康和信仰之下 我们要什么 尽可能的去赚起 接下来他又讲了第二句话 他说什么 我们来读读英文好不好 Save all you can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尽可能的 节省 尽可能的节省 对不对 尽可能的节省 不要说说 哎呀我赚多了 我就什么 我就随意花 对不对 对 他说我们生活要什么 要简朴 基督徒的生活 这个不算简朴 那个算肮脏 对不对 简朴的时候 把自己打得 就是很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 不一定要什么 不一定要买名牌 对不对 不一定要买名牌 只要什么 只要能够用感谢主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什么 Save all you can 尽可能的去节省 第三呢 他就提到什么 Give all you can 他说尽可能去什么 给 尽可能去给 就是什么 去分享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帝 给我们的使用 尽可能去分享 其实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金钱就给自己和他人 带来永久的主 其实金钱不能给人家有永久 但是当你愿意跟分享的时候 就可以带来永久的主 所以求神帮主 求神帮主 感谢主弟兄姐妹 我们的Lilia姐妹 准备在4月8号开始 要给我们上一个课 叫做什么呢 我们如何来管理钱财 这个是在台湾 是在基督徒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弟兄姐妹 钱 我们要懂得管理 我们要做钱的什么 主人 不要做钱的 武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Lilia姐妹 但是 这个只限12个人而已 现在已经快要满河了 所以有一个条件 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就是要报名 我们必须要先读书 所以呢 从4月8号开始 一共有12个礼拜 每一个星期间 下午1点半到3点半 只限12个人 我们要买书来看的 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今天有很多家庭 为了钱破裂 很多兄弟姐妹 为了钱成为仇人 有很多社会也是什么 为了钱 什么 负责手段 什么事情 坏事情都干的 所以基督徒 应该要什么 要懂得如何来管钱 我们上个星期 已经提到了 整个圣经当中 讲钱 讲的最多 有两千多节的经文 是到处我们所讲起的 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基督徒姐妹 盼望大家不要 感谢主 我们去年 虽然我们教会 我们不是说 我们有不付多少钱 记得吗 三千多少 三千九百多少 五十五 三千九百五十五 我们感谢主 上个星期 我们收到了 两千一百七十六块七毛钱 我们已经大概 达到了一半 我们盼望 在能够在 这一两个星期当中 能够帮他给什么 给补回来 好不好 弟兄姐妹 努力吧 对不对 将我们的钱 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 第三方面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我们开始已经 为我们教会 在这个场地的事情 祷告 那 圣保罗堂他们呢 在四月二十九号 要跟我们谈 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可以跟他谈 但是我们盼望 我们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自己的祷告 我们盼望能够在 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的时候 三月二十九号 对不起 不是四月 就是这来的星期四 圣保罗堂会跟我们谈 我们真的好好祷告 我相信我们的祷告 我们禁止 没有百费 上帝再随 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教会是在什么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开始 盼望什么呢 我们祷告 盼望能够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我们能够不能够 有自己的教堂 庆祝我们二十周年 好不好啊 弟兄姐妹 我们祷告 我们努力吧 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目标 盼望说 2014年 20年 纪念的时候 我们能够什么 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来庆祝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Hallelujah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是祷告式 我们要分组祷告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方面 我们还是该怎样呢 或是我们就分两组吧 这里一组 这里一组 好不好 我们就分两组 那分两组 我们大概用个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好不好 因为饭也还没有来 我们就多一点祷告 这我们可以为着你自己的需要 简短的分享一下 有什么需要祷告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为着 盼望我们能够在 2014年 有自己的地方 我们的场地的事情 来打办 好不好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组 在那边有一组 呃 这里或是Win跟 呃 Michael 能够带这一组 那这里是 呃 这个 John 还有这个 Vilia 还有钱金 也能够在这一组 好不好 呃 适合也可以过来这一组 呃 Win 呃 Michael适合在这里 好不好 嗯 会不会太大组 呃 蛤 呃 呃 呃 这里可以分两组 都没关系吧 这里分两组 呃 对 这里或是呃 Win跟Michael 分前面一组 那适合跟钱金 分后面这一组 好不好 就一二三 四 在前面 后面的三 呃 三个齁 就就就就